来看中国选手火亮 火亮今年的国际比赛参加的并不是太多 德国战拿了一战冠军 哎呀 这动作起跳 因为它起跳主要没有完全充分登完 有点上了压 所以它对入水不好控 过了一些 水花没有压力 这动作应该对它来说 是实际上比较容易的 有点小失误 对这个对它来说应该是有点实误 84.80 到了单人比赛七位财产 算分的方式是去掉两个最高和两个最低 只有三个分 三个分相加成为难度系数 就是这一跳的十个分 这位是秋波 来自中国四川的一位年轻队员 去年的市井赛第一次参加世界三大赛 在最后一跳通知冠军 名列第二 这也是秋波第二次参加世界比赛 对那上午的预赛半截赛都是获得了第一名 哦 我是碰着早了一点 起得很好 但是打开 没有完全压下来就平手了 稍微不够一点 都不是很安排的 秋波在今年参加的三战系列赛上全部拿到冠军 八十六点四川的三战系列赛上全部拿到冠军 对 秋波在今年的莫西哥系列赛上 跳得非常好 对 目前的排名是秋波第一火量第二 和赛吉拉排在第三 小马修 未产马修 第一跳 八十一分 他的第一跳难度比较低三点凭 一连七 这回他用的是转体 六二十五 对 转体两个段了 他也是 今年刚学的这个难度动作 他原来是用的是六二十三 哦 不错 不错 他的转体应该是 马修的特长 对 自己也在鼓场 对 他自己非常满意 因为这个动作对他来说呢 是吸血的动作 把握性不大 所以他还比较满意 他转的转的身体 非常非常喜欢 马修一开始是一名动床的运动员 参加了两千年的奥运会 当日动床项目 火量以往都被大家 是在双人项目上所关注 对 对 他以往都是和林业配双人 626B 向后翻成三周躯体 3.5的难度 还是开得高了一种 对 虽然是到最后控制住了 延强是垂直的角度下 这不是他的最好做 你看 他最后还是开高的 水光没有完全压克 94.50分 他已经还算是不错 第一场上了550分 第二场上了546分 起伏不是太大 看球波也是相同的动作 看球波也是相同的动作 看这个效果就比刚刚火药的动作差远了 对 他也是 他能力大了一些 完了 他打开也是会控制高的 就推出去 所以他这个水的水光就没有完整 就没有完整压力 水光很大 今天这两个一年 前面两个地方都有一些 小加点 这下 20.25 掉到第三了 来看一下两轮之后的排名情况 火量第一 179.30 泽载了 海间制作教练 最佳俱乐部女之教 米查马修 来自澳大利亚 前面两场都是排在第四 这也是马修的一个习惯 每次做动作之前 嘴里都念念有词的 嘴里还得念到一下 半身翻腾三周半报夕 今天马修的马修的状态不错 到目前他还没有失误 这个动作也 马三 对 确实是体跳很高 打开很果断 所以水光压 也有一年水光没 这个动作就是马修的扩长动作 那他在澳大利亚之后呢 在这一两个分时间里面 也改变了自己成套动作的顺序 比如说他把原来的五组 现在已经调到了第五个跳 最后一跳用了二组 说明他对二组 还是自己觉得比较有把握 成功率比较高 火量跟小马修相同的动作 目前呢 他跟小马修的分差是94.30 确实小马修刚刚的这一跳啊 还是非常的抢眼 希望火量能够调出一个很高的身份 哎呀 这个动作 它还是 它还是有点 肩有点动 有点靠 上身定位不好 对所以它打开的还是不太好开了 开的高了一些 水管没有压死 这样就跟马修差了 有将近十分吧 这样很可惜啊 看秋波的 秋波也是三连气 看秋波能不能拿到满分 拿满分才能领先马修 就是赵文静教练 漂亮 踏平了 这个动作踏平了 这个秋波终于顶住了这个压力 跳好了 前边两个都不是说很完美 这个你从第三个开始 状态来了 还不是拿到满分 好像还是属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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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它是一个稍微 一点点 那就不错了 0.6 对 分到一分 这个分差非常的小 现在是接近 上一跳之后 小马修拿到了满分 还在第一 这一动作 来看 向内翻成三周半报夕 教练都不敢看了 教练都不敢看了 他自己 他也得先念一念 他也有的习惯 像小马这个一样 跳之前 先念 骑得很高 好的 也不错 马修是发挥性 这个人 今天马修是 这时候 决赛它是发挥自己的 最好手段 你看他也很激动 上来就跑了 他今天真的挺兴奋的 状态都不高了 有点像奥运会的时候 是决赛 他 滑在自己的最好手段 都不强 马修在 呃 马修在06年的时候 曾经推议过一段时间 然后呢 看火量 上一跳之后 掉到第三 他目前跟 小马修之间的分差 是99.70 对 207的要求比较高 207的要求比较高 跳好了 应该还是有希望 追回来 好的 漂亮 这火量今天终于 终于跳出来了 很生气 对 没跳出一个比较高的 就已经10分了 现在场景下的第二个 马修之间的第一个 是澳大利亚小马修的 307C 第二个就是现在 我们看到了火量的 207驱停 然后翻成三周 半 180分 3.6难度的马修 他现在又追回第一了 来加击这枚锦牌 对 听过也是那个动作 听过也是那个动作 他跟火量之间的分差是100.1 对 看他能不能 也跳百分 这个动作跳到9.5 就能追上火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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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还挺激烈的 哦 哎呀 他这个 好提呀 今天他晚上有点 没有跳出自己的最好水 过来 嗯 球哥 球哥这动作是 全新链的成功 对不对 应该是不错 他几次比赛这个动作 都跳得满分 哎 体调还是有个平时不太 有点倒了 等一下就 没有吹出去 等一下球哥跑到 第三了 还是包括马修 其实火量又上升到第一了 今天晚上看来 真是一场 这个时候还挺激烈 来看一下火量第一领先 马修8.3分 球哥 最变两位是俄罗斯的银河 和波西哥的银河 银河 来看一下小马修 5255 这是应该他的拿手动作 北京奥运会 就是给中国观众留下了伤口 跳了100多分 拿走了那枚金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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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